以往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以及現在我們預見到提委會的組成 都可以見到建制派人士一定是過八成 如果是跟建制派非建制派所支持 亦都很難有機會拿到這個票數去出閘 提名委員會是四個界別 第一個是金融、財經商界 第二個是專業界 第三是基層的包括工會、社工、宗教界、文化、體育界 第四個界層是政界 所以它是我們的社會的縮影 不是只是用經濟去決定 不是只是經濟效益去決定 他們是否應該是有代表性 亦都是有些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第三層就是了 所以這個代表性其實是很廣泛的 你看看英國誰去決定誰做首相 是他們自己選出來之後 是由政黨去決定的 他們自己選過首相出來 由女王委任 在美國也是先由政黨去決定誰有權去參選 所以他們如果你不是政黨 你就根本是沒有權去支持哪個候選人 所以在香港來說 這個提名委員會是沒有一個黨派 沒有一個界別是能夠壟斷的 所以其實它是廣泛的代表性 至於你說建制派的人多 或者反對派的人多 這個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構成是這樣 這個沒有在選舉說 在提名委員會說 沒有說明建制派反對派的 人人都是一票的 我們不可以假設說現在社會的情況 是建制派的人多 所以這個就不公平了 就不是這樣的 那個制度是人人一樣的 現在現行提出來的機制 有沒有出現過情況 可能只要有一方面控制到601個人的投票意向 在提名的階段的時候 其實已經控制了哪一個可以出選候選人 客觀上這個機制是否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還覺得很奇怪 是怎樣控制 因為我們都尊重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是他們有自主性是獨立性的 他不應該被任何人控制的 他們有自主性是獨立性的 從他們人的評論 那是我的機會 我不想直接承認 那是在日本人管理的 !